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县立棒球场今天正式启用 这座由鸿海集团总裁暨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赞助5000万元 先扶之筹1300万余元兴建完成的棒球场 将带动南投棒球运动成为培育棒球选手的摇篮 为见证南投县棒球场诞生 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夫人 郑幸运女士 县长林明珍等人进行捐赠及启用女士 县长林明珍感谢郭台铭董事长捐赠经费 新建棒球场 郭董事长的永龄基金会 接下来也将捐赠300万元 广未来三年的球员训练使用 而县年的中兴高中与中兴国中棒球队的球员们 对于新球场的启用感到相当高兴 他们表示新球场的整体环境都很好 尤其是居住方面 未来练习的时间也可以更多了 环境住得比较好 然后练习时间也变得比较多 上下课都比较方便 我们从国中就开始在等这个球场盖好 因为这场地看起来很完整 比之前的场地都好很多 现在来这个球场就平均会变得更好 因为有人赞助我们要回报他们 谢谢他们一百万次 林县长表示先立棒球场成立了 但周边的设施能再加强 未来除了由县府策策经费 办理相关健身位 他希望郭台铭董事长能支持棒球场 看台工程让棒球场更完美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南投县这个棒球场 终于要来启用 那么我们首先最要感激的 就是郭台铭董事长 因为我们营北地区 是郭董事长夫人 住在这边 他是组我们中心国中毕业的 所以要回馈地方 特地由我们曾小姐向郭董事长来反应 郭董事长给我们兼了五千万的 这个棒球场的这个经费 我们从104年 7月1号动工 现在已经到今天已经落成取用 我们一直要在非常的感恩 我们郭董事长对南投县的回馈 我们南投县县政委配合了一千三百多万 总共这个总工程会 是六千三百多万 那么今天正式完成取用 那么我想这个周边的设施 还要继续来加强 我们县政府会在 我们的年度预算里面 来积极的争取经费 来建设 我们一直期盼 郭董事长 看你有没有机会 再给我们赞助一些经费 让我们能够兴建这个棒球场的看台 这样的话就能够非常的完美 尤其这边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兴建 这个停车场 因为要求赛 必须要有足够的停拖空间 所以这边的剩余的土地 我们请我们建设处 公处继续来规划 来兴建这个停车场 来供给大家来参赛的 这些球员和观众来使用 开球仪式在县长李明珍与永林基金会 传扮人郭台铭夫人曾欣宇女士 投出第一球后真实启用 曾欣宇女士表示 南投是她的故乡 回到故乡既亲切又高兴 她说几年前她的夫妻郭台铭 就能一笔钱在南投兴建棒球场 希望棒球选手有一出场地可以练球怪 有一天棒球也能为台湾争光 就是几年前刚好也是就是回娘家 那刚好就有接触到一些县长啊 然后他们就有希望我们可以帮点忙 那其实就是因缘机会刚好回到南投 那当然又刚好是 那时候是中心国中 所以真的就是刚好我的母校 那我老公就捐了这笔钱 那其实这中间其实还蛮波折的 花了很多时间还有找场地的问题 所以不过anyway就是终于落成了 所以我们都非常开心 我真的觉得南投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环境很舒服 然后我觉得能够 现在自己有点能力可以回馈一些给自己的家乡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其实在台湾现在有很多 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棒球 或是任何运动球类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 希望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发展的更好 那我也是希望如果有其他人 有能力的人可以也一样抛砖引玉 然后能够一起来共襄胜举 帮助我们的台湾的下一代更成长 然后更好的环境跟成长的空间 市内的棒球场是标准的青棒机场地 包括两层楼的选手休息训练中心 一座检疫室内打击场面积36922平方公尺 提供棒球队员集训住宿 以及经济交流训练环境 南童县立棒球场 并将成为中兴国中棒球队球员 长期的宿舍 内部可隆纳超过百人的球员寝室 教队休息室 文浴巾 办公室 会议室 重量训练室 客队寝室 厨房 餐厅 洗洗衣场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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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感谢观看